关注到伊拉克 叙利亚和伊朗部分地区传出爆炸声 国际油价和金价更是断线拉升 资金流入避险资产 现货金价上升超过1% 升至美洋斯2415美元的一星期新高 纽约汽油和伦敦布兰特汽油都升超过3% 布兰特汽油更是突破每桶90美元关口 美国国债有买盘支持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了4.569离 而美元汇价也是显著上扬 美货指数继续在106上方游走 对韩元跌超过1% 对日元 欧元 澳元和新西兰元的价格都纷纷下跌